16岁的高中生球员在单挑中战胜太阳球星比尔 这次留言出自前NBA球员白曼巴 然后最近两天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大家好我是Terry 留言的内容是这样的 安岁体育和Rivals2025届全美第一 年仅16岁的白人高中生球员库珀佛弗 在此前塔图姆的训练营中 一对一单挑击败了NBA球星布拉德利比尔 之后比尔恼羞承诺 不断地对库珀喷垃圾话 甚至包括咒骂 因为这个消息出自白曼巴之口 曾曾和库珀佛弗在一起训练 又和训练营的主办人塔图姆同样来自卡尔特人 所以大众认为这则消息是有一定真实度的 但留言一出 比尔肯定是受伤的那一个 不仅说给了高中生还显得很没有风度 球迷们期待他对此事件尽快做出回应 但没等比尔正式回应 库珀佛弗先站出来辟谣了 他在今天参加库里训练营时 对着摄像镜头表示 我和比尔没有单挑 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不愉快 这种留言能发生在库珀佛弗身上 也变相地说明他的实力确实很强悍 这位2006年12月21号出生 身高超过69岁206公分的球员 被认为是美国最强的白人高中生 他在上个月的Nike UIBLPG的比赛中 面对同届顶级的选手 场均轰下25.4分 13篮板5.7助攻 6.9风干 震惊了很多业内人士 就有球探决的下赛季才上高三的库珀佛 已经有了和职业球员同场竞技的实力 当然各个NCWA顶级名校 也在对其竞相追逐 现在杜克大学取得了暂时性的领先 库珀佛在前两天刚刚完成了对于杜克的访问 不仅和校队成员一起训练 还在十个多小时前 被放出了身披杜克战袍的定装罩 当然现在做出择校承诺显然还太早 哪怕面对的是名校杜克大学 这些顶级的五星高中生 也要考虑到时候球队的阵容配置 兼容性等问题 有没有机会让自己最大的展现天赋和得到成长 所以库珀佛在接受采访时也很谨慎 他说杜克虽然是我心里的梦之队 但我还需要看看其他学校给出的条件 权衡利弊 最终做出最好的选择 上个赛季 库珀佛在顶级篮球强校Monteved Academy 因为队中有多位高年级的四五星高中生 所以场均得分只有9.8分 排在队内第三 同时还有1.6次抢断和2.2次风干 而下赛季不出意外的他则会火力全开 能拿到什么样的可怕数据 让人期待 同时上期视频也提到过 库珀佛因为年龄合适 实力突出 所以有可能跳起到2.24届 去赶上2.25年的选校 布拉德利比尔被高中生击败 这则流言已经被辟谣 而美国国家队被陪练队击败 则是确有歧视 就在今天早些时候 由醍醐球星英格拉姆 森林郎球星爱德华兹 步行者球星哈利伯顿等人领衔的美国国家队 在一场训练课的混战中 被由21年选球大年状元Kate Cunningham 和榜眼Jane Green领衔的陪练队 以47比39击败 虽然没有具体技术统计的流出 但据在场的铭记透露 全场表现最好的就是活在当家球星 上赛季殷商报销的Kate Cunningham 他的控场能力确实太强了 让队中的每位球员都发挥出了作用 而CC的队友小魔兽Jillin Duran 火箭当家球形Jillin Green 醍醐两位二年新秀Chatt J.W也表现出色 其实所谓的陪练队 也是美国国家队的预备队 他们有机会和国家队成员一起训练提高 而当国家队成员因为各种问题而退出之时 补充的球员则会从陪练队中选出 当然很多年轻球员也把这当作一种提高的机会 因为可以帮助他的惊吓找到状态 下赛季率领已经累积了足够天赋的活塞队 在战绩上有所突破 顺利本质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